最新消息来看到是两岸情势的部分 真的是越来越严峻了 看到是国防部长邱国正 今天在立院直询的时候 邱国正强调了面对解放军 频频在灰色地带动作频频 国军已经改变了第一级的要件 那同时呢他强调了 凡事只要在航空或者是航海 陆空我方的领域 出现大陆解放军 不管是军机军舰船体等等 只要有实体出现 愉悦的行为越界了 邱国正说国军就会做出反制行动 只要有实体越界就会做出反制 就会击落 同时呢邱国正说 如果解放军呢 这个步步进逼到最后 出现所谓的无法避免战争 那就只能应战了 好这个消息是最新的提供给您 然后我们就看到邱国正 来刚刚有一个这个最新的谈话 有没有记者问 这个罗志强很厉害 在立法院寻答 两岸会不会动武 会不会 大家最关心这个问题 邱国正说 已经瀕临这个状况 台湾的国防部长告诉你 两岸瀕临动武 两岸敌意螺旋持续上升 会不会动武 邱国正说 由军方着眼 已经瀕临这个状况 瀕临这个状况 两岸很严峻 邱国正每天提心吊胆 睡得不好 中共要犯台固然一定要衡量 他强调要胜战 因为这个中共是有这样的能力 如果中共错估之后要打 要给个教训 没有什么不能的 我们制止不了 我方不宜贸然挑起任何的战端 当然了 我方要更加谨慎没有错 但这是第一次 由台湾的国防部长承认 兵临动武的状况 这个讯息也是够大的吧 所以难怪要跨子业 难怪什么城镇站 然后我们的第一批义务役的 我们看到海陆在今天报道 开始剃头发等等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什么 未来就是要打到一兵一卒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邱国正讲的这个 以兵临这个状况 我认为是海空指标 第一个他的海军已经到达了24海里 甚至到达12海里 要不要再继续挡他 要挡他的话是不是相撞 你这样子了 因为你不开第一枪是不是会相撞 就逼你这个状况了 你相撞不得了 海军撞海军的话 这方面是造成一种 这个螺旋急剧升高 另外在空中 他已经到达从24海里 到达12海里 要到达里空了 你到底要不要去拦截 你到底要不要去 反攻飞弹是不是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是个大难题 大难题了 要不要开第一枪呢 所以现在就逼你 他讲的逼你状况 就是这个状况 他已经要到达领海 已经要到达领空了 你要不要有所应对 因为他如果到达领海领空 你不应对 表示你默认了 对不对 以后就三不五十来一下 就是把他的主权 我们主权就统统拱手让给他了 现在逼你这个状况 到底要不要 但是你如果开枪的话 那事情就 就闹大了 闹大了 闹大了 对方会还击 抉择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现在的 刚才讲到了这汉光演习 是不是由以前的五天四月 增加到八天七月 那这个状况 是不是也把刚才主持人 所讲到的城镇战 把它列进去 这个可怜性 不能不排除 因为在这个课题 那打城镇战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 以前有没有口袋战术 没有 要挑哪一个城市 做城镇战的验证 你人民是不是要疏散 要疏散完毕之后 再进入城镇战 向战 进战 或者是众生作战 甚至到最后的三地作战 你都要去考量 那你是不是要先有课题 没有课题 在汉光演习 是没有做兵推 你什么叫城镇作战 所以这个城镇作战 到这边 也算兵临城下 那城镇作战 就是要打到一兵一出 对 但是 我们现在当然是 把事情推到极致 邱国正也是这样讲 没有错 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好的准备 先把一切都准备好 没有错 但是我再次强调 大家也不用太恐慌 因为目前包括 我们看到亮哥 蔡委员 大家都认为 在金门事件 直接跳到对台动武 武统台湾 跳得太快了 对不对 中间应该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一个进程 那所以我们看到 像是我们刚刚讲 这个有没有 刘武殿航道 刚辫子妹 当然这个访问街坊 其实你看到那些街坊的民众 他们根本从来没有听过 刘武殿航道 是辫子妹拿着地图 跟他们解释之后 从他们粗浅的理解 他们大概做了一个 自己主观的一个看法 所以这个东西 从这个部分 可能台湾人会感受不到 当然也许你说 大小金门的民众 大概会知道 会有影响 以后会看到越来越多的 大陆渔船 对不对 那我方的海巡 可能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看到大船 我就退 看到小船 我就进 是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台湾岛 在我们本岛上的 这个民众 可能感觉不到 所以在金门事件 直接跳到武统 我跟大家讲 目前的大迹象来研判 很多人认为是不会的 中间会一步一步的 慢慢开始 以及我们国防部 公布了最新报告 中共的建军方向 朝着境外 全域作战的转型 然后加速部署 东风17 还有东风100等型的飞弹 这是对台吗 然后邱国正也告诉大家 国光汉光演习的科目 强化城镇作战 然后又担心 城镇作战什么意思 就肉搏战嘛 基本上就这样啊 那以前是奸敌于摊头 但他再度解释 这是先要以远距 精准的飞弹奸敌 然后在海上接战 通通经过之后 要打到最后的一兵一卒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好的准备 注意咯 国防部长告诉你 我们要城镇作战 国防部长告诉你 我们要打到最后的一兵一卒 请问尽头前的你 会成为那最后的一兵一卒吗 所以这个态势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张将军怎么看 我们看第一个就是 这个跨职业的实战化的飞行训练 因为现在这个空防的压力 越来越大 那越来越大的话 那现在也就是说 我认为有三个 第一个时段多了 因为中国大陆的战机过来 时段多 它不是白天过来 晚上也过来 凌晨两点也过来 凌晨四点也过来 那你要不要起来硬敌 你没有 你结果你空房是空的 没有起飞 做空中警戒 或者是空中驱离 那中共的飞机就直接 飞到台湾的领空上面 尤其是晚上 中共过来 那你要不要起来 以前我们 很快就来了 对 以前我们所谓的环保时段 十点钟 晚上十点钟以后 到隔天早上七点钟 是不要再起降 因为大家睡觉 而且现在 城市化的这种 都市建设多了 机场周边又是学校 又是住宅 又是商业区 你一起飞的时候 飞机一开后燃气 那个噪音量是100多分贝 有时候耳朵会痒痒 因为震动的频率 很高会很刺耳 人家刚好睡着 你把它吵起来 那隔年小孩子有考试 那婴儿刚睡着 你又把它吵了哇哇叫 那隔年大人还要不要上班 因为就在机场周边 你看现在 包含各个所有机场旁边 就是已经都市化了 然后第二个的中国的压力 就是说 它的价值越来越多 它不是刚靠抵近的 这个时段多了 白天也来 晚上也来 这就是我要问张将军 这跟海上一样嘛 跟海军一样 一样 就是大陆就是飞机多嘛 越来越靠近 人也多嘛 对不对 人也多嘛 那我们刚好相反 我们的飞官数量不够啊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又要进行 这个跨职业的训练 你觉得对于飞官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个过劳 然后会有退伍潮吗 对 然后对我们一些比较老旧的飞机 会不会有些影响 战力 它的这个变成飞官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原理上飞 原理上飞晚上的时候 你白天要休息了 因为它飞完 你不能说天亮要去出任务 不可以 天亮不能再出任务了 因为它晚上已经飞了大夜行 一定是这样 10点钟以后就到大夜行 我们的夜班的同仁也是早上休息 也是一样 你要让他休息了 要不然飞安风险 会增加到很多的飞安风险 为什么 人会恍惚 因为你睡眠不够啊 你昨天晚上已经飞过了 所以呢 我们的飞官够吗 那这样飞官的话 它到今年的2024年了 它五年一签到今年年底告一段落 那接下来就要签五年 那签五年的话 一次签就签五年 如果今年年底会有一批到期是吧 会有一批到期 到期之后他想说 因为在军队 的这个飞行生涯短 飞到中校飞到上校 就准备要退伍了 但是到民航去的话 他可以飞到65岁 他的飞行生涯长 在军中的飞行生涯短 那你要不要继续签下去 如果继续签下去 你拿这五年以后 续服飞行现役奖金拿了 你就要五年都不能离开 所以今年 如果说今年年底到期 现在是年初嘛 开始跨职业这种 其实负担量蛮大的 你觉得到年底会有退伍潮吗 会有一批退伍潮 会有一批退伍潮 对 而且拿这个 续服飞行现役奖金的 也不见得都一直在拿 为什么 他有时候调到司令部 到国防部 或者是受深造教育 读战争学院 你这时候要管制 但张军 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以前都没有跨职业 当然我们知道 像在马英九时期 两岸的关系很好 也不需要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这个 各自类型化训练就好 那现在 在深夜发布这个新闻稿 告诉大家跨职业 当然希望能够安定 国人的心 那我问你情况 已经有多紧急了 那些 这个我们的空军司令部 不会不知道 我们的飞官人数不够嘛 不会不知道啊 所以就是非得这样做 情况非常紧急是吗 对 太阳星全校 克肺有一身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有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有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有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